产生乱码问题,这个也是网路上现在还蛮多讨论区也在讨论,为什么养护股市这个资料没办法被下载的方式,那当然一般人顶多只会用刚刚那一招从web,可是从web就不行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那个网站,其实他如果说要保护资料的话,那最简单的方法,他只要不要让那个使用者从web下载资料就好了,他可能做一些动作了,但至于怎么做了, 这有点像是道高一尺,你要磨高一丈,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如果他做了一招保护,这一招行不通的话,那你就要想别的方法,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critical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一般性,他是已经是开放让你去抓取,他就不会设任何的保护,所以他只要做一点什么动作,那你怎么办,如果第一招行不通的话,那你就要想到有没有第二招, 那其实第二招的话,当然,其实就是用VBA去抓取网络资料的方法很多,可是当然我们相对的不要找最难的啦,因为其实尽量还是能找相对于简单一点的,然后又比较能够把我们要的资料抓下来,这是比较好的策略啦,而不是说你现在用一些很复杂的方法,然后也是可以抓下来, 可是你程式写的很复杂,连自己都看得很累的话,那整个也是有点要拿的时候抓自己的脚的道理差不多,另外当然用python会比较简单,其实python有个叫beautiful shape的一个模组,这个模组的话有个好处,就是它自动可以帮你把你要的东西爬出来,OK, 不过是不是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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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 对不对,也可以啊 就是两者之间可以协同利用 就是节长辅短,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OK 不过前提是你要两种方法都OK 就像说 有的时候比如说 像我们出去玩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车子开车 开到某个地方,开到车站 然后再坐车 就某些地方可能那一部分 那个地方比较不塞 然后我就先开到那边 然后再转大众元素 这样好像就是有点像混搭一下 你不要从头到我就开车 我到那个地方就塞车 那你等于是那边塞在车站里面就好了 OK,所以有的时候混搭一下 有时候也是不错的策略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规划整个行程 就好像说你在使用工具也是一样 你要懂得如何去规划 这个工具的使用 OK,不是说你只是 就是好像那个一直线 就只会这样一直通 你就不懂得转弯 那这有很麻烦的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怎么改用那个IE物件下载 然后跟各位讲一下 IE物件下载的话 因为呢它的程式复杂度比较高 所以呢 我等一下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程式直接放在云端上 然后呢 上面其实都有注解 然后我待会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上面的程式每个动作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那将来如果各位要用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当成范本 然后就拿这个范本来去操作一下 应该也可以抓到你要的东西 那首先的话这个程式我先把它直接这个sug 直接怎么样 先复制一下 那我先把它贴到我的这个模组底下 这一段好吧 OK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总共有八个部分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当然 执行这个结果会不会跟刚刚这个 一样是乱码 看一下 你会发现 跑一下 不过呢 它大概要等一下 哎 有没有发现下来的东西 这个就我们要的 而且其实时间也不会太长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的 那我刚刚跟各位讲 主要是利用IE软器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 它是把IE软器 呼叫到VBA里面去操作 也就是背后呢 实际上都是透过IE软器 去帮我取的资料 然后再把里面的资料抓过 过来的一个整体的步骤 那当然因为程式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程式呢 直接来做说明好了 OK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在组行跑给各位看 F8 那第一行的话 这个意思应该可以看过 这个前面写过就是 把这个整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你可以clear contents 或者是你可以clear clear是包含格式也清空好了 把它清掉 Sales指的是这个工作表的所有出存格 通通帮我清空 第二行的话 这个可能对同学比较陌生一点 这个地方的话 关键字在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的话 意思是说呢 我要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名称叫internet explorer internet就是IE的这个全名 DM application 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IE浏览器 帮我变成 启用起来变一个物件 那物件名称叫什么 叫IE的变数名称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IE这个名称 就代表是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把它载进来 OK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IE浏览器已经启动了 只是你目前看不到 那如果你要看到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把它启动 其实你可以 要不就是直接 在 检视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即时运算痔瘡 那你可以打一个IE 点visible visible就是看不看得到 等于 true 等于 true的话 Enter一下 这一行 当然你可以写在程式里面 Enter 它其实就是在背后执行 你会发现 其实呢 IE它其实就是在背后执行 当然呢 如果你现在把它关掉的话 你就是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 false Enter 它就关闭了 Enter OK 你可以借由什么 IE这个物件 它有一个属性叫 visible 可不可以看 不通常 当然不会没事把它跳出来 因为有时候很爱演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IE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 Navigate Navigate 故名思义 意思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网址 帮我放到哪里 放到UI 放到网址页上面 OK 并且帮我连线到那个网页 OK 所以这一行连线 连线过去之后的话 底下有一行叙述 Application.wait wait 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 等一下 等后面有一个now now就现在的时间 加5秒钟 那5秒钟你不能说直接加5哦 5是一个数字哦 5秒钟你必须用TimeValue 去格式化 再给now 它才会知道是5秒钟哦 所以5秒钟是这种格 用TimeValue格式化 OK哦 那意思说等5秒钟之后 你想说为什么要等5秒钟 那道理很简单嘛 你输入网址之后 你按Enter 它会马上跳出吗 不一定啦 可能至少要等个1秒钟吧 2秒 看那个Server的速度嘛 频宽啊 还有它反应 那为什么5秒钟 因为5秒钟哦 比较保守 那你说可不可以3秒钟 可以啊 可是就怕miss 什么miss 就当它还没连线 那你就做下面的事情 因为它必须要连线 然后必须要把资料先帮你载下来 你才能够办法去抓嘛 可是问题如果说你资料都还没下来 你就抓 那一定抓不到 抓不到就会发现什么 会有bug 所以特别说未神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10秒钟 可以啊 你多一点时间是比较保守 可是有时候这太长的时间哦 那它等嘛 如果你假设你要把三十几档 三十几个肋骨全部都要抓下来的话 那你一直是未神 所以有时候自己要try吧 就取一个那个平衡点那个速度大概五秒钟哦 比较保守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在那边stand by 这一行程式呢就停五秒钟哦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程式跑慢一点的话 你就写 effication点点位置 到底叫什么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这边选取啊 按右键 检查 他的右手边哦 会跳出那个他背后的程式哦 有没有 啊游标选取的地方哦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箭头所停的位置哦 就是所谓的那个html的tug名称 也就是他的标签名称叫什么 他这个呢 整个叫做table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取网页里面的这个资料 这个东西的话 那必须跟他讲说 哦我要抓这个by tag name tag name就是等于table 意思是说我要抓这个东西 你帮我把这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整体的哦 table 有没有 他的收折呢 底下这一整个呢 就是一个table 那table里面的话有tr tr是这个 那你会发现还有什么呢 th th的话就head t就是table head就是他的算什么 算是标 标题吧 上面的标题 ok 那有这些 所以我待会要把th全部抓下来 所以这一列嘛 tr 然后第一列是th 那底下的话呢 都不见td了 td就储存格 所以一个tr就一列 里面会有很多td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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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呢 逐一逐一的抓下来 就是底下程式所叙述的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懂 怎么去了解这个整个过程 然后底下的话 第一个我要抓那个table 所以呢 set 一样跟上面一样 我要产生一个 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呢 就是利用IE 它里面有一个document物件 指物件底下有个方法叫get element by tag name 有没有 就是我要抓它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元件 这个元件里面的话呢 我用tag name帮我抓哦 那你也可以by id 其他很多方法 不过by tag name是最常见的 你帮我抓这个table 它的名称叫table 然后特别注意后面有个瓜糊 瓜糊的话 你想说是 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 它的里面第几个 有点像是那个web table 等于5 那等于5 为什么这边等于4 这边瓜糊4 其实这个是怎么来的 基本上也是 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可以用ctrl F ctrl加F的话 就是寻找 那我可以寻找什么 寻找这里面有几个table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table 这个table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边来 ctrl F就寻找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这个table 在这个网页里面呢 总共有15个 那可是我是建议前面最好加个小鱼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小鱼 好像有一些那个什么上面这个根本不是标签的也会被被被被抓到算进来 那如果加一个小鱼的话 那如果加一个小鱼的话 表示它一定是个tag 标签 那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就只剩下几个 只剩下7个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啊 跟大家向下往下 这个是第2个 这个是第2个 第2个是不是不是 第3个是不是 也不是 第4个 第4个 第4个是不是 4个我看 第4个 第5个就跑到这里 所以其实第4或第5好 所以你会发现table里面有个table 那用这个好像也可以 用这个好像也可以 那最后我是用比较里面这一个啦 所以我是把它算完之后是第5个 那你想说第5个你为什么用是 其实因为它编号呢 是从0开始算 第1个是0 第2个第3个 所以这边用是 表示说我要抓的是这一个 那抓到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 我再去抓什么 TR TR是列 OK 里面的所有列 接下来的话呢 就帮我把什么 把里面所有的TD抓出来 OK 那所谓的TD就是刚刚讲储存格 就是把这一个列里面 这每一列 每一列里面的TD 逐一逐一抓出来 那我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去说 如果它找不到TD的话 就找TH OK TH是它的标题名称 然后直到找不到为止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Internal 这个 Inner Test 就是它里面的资料 帮我逐一逐一抓过来 抓过来之后的话呢 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OK 所以你会发现抓过来东西 那就先抓TD 那当然刚开始 上面只有TH 没有TD 所以它就是抓TH 然后一个一个 帮我抓过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时候 就一个一个 有没有 按F8 它里面的这些资料 逐一逐一的帮我抓过来 然后就换下一个 OK 里面蛮多 然后下一列的话呢 有没有TD 有的话呢 就帮我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就一个一个一个抓 那抓完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第一栏好像没有 选择 这边是多一个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第一栏 把它删除掉 一个一个抓 然后再来什么 把第一栏 选择这些多出来 删掉 那栏框好像没有 这个对齐 所以我就Colens.autofits 这样的话就有大功告成功 OK 所以你会发现抓过来的东西呢 那就不会是乱 只是说这个程式 相对比较困难的部分 可能 你至少要知道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 先建立一个IE物件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 你希望透过IE物件里面 所得到的网页结果 把它抓过来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一定要等一下 你如果没等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这个如果删掉的话 好像如果网页抓的速度太慢的话 可能会坏掉 OK 其他的话呢 就是逐一的把Table 跟Tr 跟Td 还有TH 分别把它抓过来 细节部分的话 如果你实在是不太了解 我建议你可以选取按右键 这边一个检查 透过右边这边的检查 再去抓取 还有呢 Ctrl F 去寻找什么 寻找Table 你可以自己打Table OK 所以我刚刚是找Table 在这个网页里面 出现过的次数 有没有 它就出现了 那你可以逐一逐一的就找 那像Python里面 它也有类似的功能 不过它是 用那个Beautiful Sub 它主要是帮你找 这个标签的位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边最后的补充 就是说 如果有些网页像雅虎股市 它用QTable抓下来 假如是乱码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那个IE物件的方式 去抓取它的网络资料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话也许就先讲到这里 其他的话还有一些范例 回去也可以试做看 因为下一个礼拜的话 是已经是最后一周了 所以也许最后一周的话 可能就要把第六 第七、第八单元里面的一些范例 拿出来做说明 那当然就一个综合性 也会讲到有关那个活业部 就是工作 就以色列党 如果我要把很多的 这个以色列党合并在一起的话 还有把一个活业部分割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回去的话 请各位再多多练习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 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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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